大家好,我是 根据媒体报道 5月30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认可了米尼锦对海鲁提出的 禁止行使表决权的假处分申请 海鲁认为米尼锦策划了夺取 额度尔经营权的计划 并已开始对此进行监察 基于业务上的背信罪名 海鲁对米尼锦提起了告诉 并将此作为解除其职务的理由 然而法院认为 虽然米尼锦的行为可能对海鲁构成背叛 但难以证明其对额度尔构成背信 法院认为 在米尼锦没有解职或辞职理由的情况下 海鲁在此次股东大会上 有合同义务不行使解职米尼锦的表决权 也就是说法院认为 海鲁有责任证明米尼锦存在解职或辞职的理由 但目前认为其证据不足 法院表示 米尼锦试图带着女君子脱离海鲁的控制范围 或通过施压海鲁使其出售所持有的额度尔股份 借此销售还不对额度尔的控制力 并寻求独立控制额度尔的方法 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同时指出 难以认为米尼锦已经超越了探索方法的阶段 进行了具体的实施行为 也就是说 没有实质性 可以视为悲信的行为 同时法院解释 考虑到此次股东大会即将召开 米尼锦难以通过本案诉讼获得权力救济 以及米尼锦在盛云任期内 失去作为额度尔董事旅行职务的机会 这种损失难以通过事后的金钱赔偿来弥补的 此外法院也补充道 为了确保海埔不违反禁止行使表决权的义务 决定将违反义务的赔偿金定为200亿韩元 米尼锦于5月7号提出了假处分申请 以防止海埔在即将于31号召开的 临时股东大会上 对其解职案行使赞成表决权 由于海埔持有多80%的股份 解职几乎是确定的 因此米尼锦进行了这次防御 而根据此次法院的决定 米尼锦目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 因为明天就会召开 Odo的临时股东大会 所以等股东大会结束后 再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起整理给大家 所以对于米尼锦获得法院的支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米尼锦获得法院的支持